好 这条影片就想讲讲 之前一直追踪开的Wireless 这个最入门的DeFi平台 就是全港币收港币 今个礼拜就去到第3个礼拜 每个回报的追踪 不过讲这条影片 讲这个内容之前 我也想提提一些关于 做LP 就是Liquidity Provider 流动性滑矿 或者我们所讲的Yield Farming 的风险 以及要注意的位置 讲完这些东西之后 我会再讲讲第3个礼拜的回报 看到最后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内容 或者你觉得是学到一些东西的 就订阅点赞 订阅 和分享给这些朋友知道 首先讲讲那个LP 就是Liquidity Provider 流动性滑矿是什么 如果你不明白这件事 你可以看看有上角有条链 今天讲讲什么叫流动性滑矿 你可以先了解 再回来看这条影片 你会更加容易了解的 好那做LP 流动性滑矿 其实有什么风险 和有什么注意 这条影片 我会变成我自己一直觉得的风险 和稍后也会分享在每一个平台 这些例子 我自己认为 做流动性滑矿的风险有好几样东西 其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们做流动性滑矿 我们做流动性滑矿 它会给你回到reward 那些奖位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平台币 平台币你要面对一些价格的风险 而第二样就是你需要 面对一个lock period 即是有时它给你一些奖相 但那些奖相你不能立刻兑养 它要锁仓锁你一段时间 才让你兑养 那你在锁仓这段时间 你也要没有这个价格的风险 OK 第三样就是 帮你把你的LP加入 做Yield Farming的时候 它有时需要你add 或者当你想withdraw你的LP的时候 亦都有些withdrawal fee 那一些add and withdrawal fee 我都觉得是需要去考虑的 另外第四样 就是一些LP 你放了做LP之后 你想拿出来的时候 其实它也有个叫unbonding period 不是你想withdraw就立刻给你withdraw 你要等一段所谓的冷静期 还有的风险和注意是什么呢 就是你用哪条chain 而那条chain要用的GSV 究竟的格格如何 比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如果你用Ethereum 去做一些DeFi的项目的时候 基本上每一下的GSV 你是用Ethereum 以太坊来给的 但是每一下的手续 是几十美元 甚至有些是上个几百美元 或者一千美元 这些就不是很入门 或者不是很user friendly 不是很friendly的一些chain 因为它的GSV 已经可能是蠶食了 你很大部分 做LP的利润 另外第六样 就是一个imperiment loss 无常损失 关于无常损失 其实我有另一条片 如果你不太明白 什么叫无常损失 你去看看右上角 我在那条片里也说了 什么叫无常损失 以及怎样去计算 当然还有其他 第七样 如果你要加下去的 就是smart contract的风险 究竟有没有漏洞 会不会让别人做一个rub through 所谓的 所以有时选择一些项目 我们都尽量看看 Defi的项目 有没有被audit OK 到另外一样 就是有没有 机会一些平台 或者是损失的钱 那都有机会的 所以我们尽量有时 都会选择一些大型的平台 或者有audit的平台 其实都是可信的 好了 我们首先第一样 讲一讲平台 设个reward的风险 之前 这个是一个saber 在Solana 链上的 一个Defi平台 叫做saber 之前有介绍过的 其实你在这里看到 saber liquidity mining 就是当你 provide liquidity的时候 你会得到这个平台 saber sbr 做个奖励 这个平台币 做个奖励 我们要看看这个平台币的走势 这个是180日 sbr 这个价钱 那个走势 你看到开头的时候 当Defi项目 开始 流行的时候 其实就很多人 差双影响 差双影响去 Total value log 就大 那些人就期望 那个project的前景很好 一直你会看到那个平台币的币价 就会是这样上升 好 上升某个位置的时候 那些人开始earn到 reward 即是sbr 这个reward 做了一个流动性核矿 开始那些人就要兑现了 要锁定那个利润 开始在市场上抛售 一路抛售压力越大的时候 你会看到币价 就一直不停跌 其实我见过很多的 这些平台币的项目 基本上你做的要发明 然后得到那个平台币 如果你一路做要发明 一路得到这个平台币的时候 你不一路及时 去将这个平台币 对回到Stablecoin 你很多时候 都会最后得到的reward 你会看到 OK 币价又要一路跌 所以你得到的reward 最后是比你预期当中 是少很多 所以其中一个管理的方法就是 你做这些平台 即是要发明的时候 收到平台币 就要不定期 这样来到 把它兑换 做Stablecoin 那就先锁定了你的利润 但是当然 刚才提过 就好视乎你究竟在哪条 币里做这些 挖矿 因为如果那条币的gsv 是很贵的时候 其实你每一个这样的兑换动作 你兑换得越密 其实你的成本就越高 Ethereum 其中一个例子 其实我觉得 BSC Binance Smart Chain 因为币价去到 $500-$600多的时候 其实gsv已经开始越贵了 可能你都在说 几元做一个transaction 所以这个 也是其中一个 考虑的重点 好了 去到第二样 第二样就是 那个平台币 给你的reward 究竟需不需要有个锁仓币 那譬如我们看这里 这里 就叫做 viperswap 这个应该就是 Harmony Harmony 旗下的 一个DeFi 的project 在这里挖矿 你就会赚到这里的平台币 就叫做 vipra OK 好了 当你 每次 它涨了vipra 这个币给你的时候 其实 有95% 的这个平台 币 就是 铁了 铁了多久呢 要铁了一年 一年后 它才可以 给你自由 兑换 好了 每次你想 claim这个vipra的reward 其实只有5% 会立即 accessible 即是 预期做的 ALP 你收到 APY 是50% 你觉得很高 你一路做矿 一路收紧 reward 但是收回来的reward 你发觉有95% 原来是锁仓锁了一年 只有5% 你才可以自由兑换 兑换 Stablecoin 或者其他的asset 你想take a profit 当然 他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 不想有那么多人在短时间内 抛售这个平台 那个平台币 就令到平台币的价格下跌 一个价格下跌的时候 就没有人在做挖矿 没有人做挖矿 那流动性就差 那这个project就慢慢死了 通常 所以 这个 我觉得 其实也不是一个 资本的方法 因为你 锁了一年 其实一年后 那些人 做了挖矿 一样都会在市场上抛售 所以 会有Deva 2.0的项目出现 不过这个就太深了 之后再再看 所以 另外一件事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 那个reward as一个 平台币的时候 究竟有没有 所创期 接着要提的 就是 add这个alp 和 withdraw这个alp 需要的费用 OK 我们看看autofarm 对上一条片 也有说过这个autofarm 其实是一个yield aggregator 好了 当你提供了一队的交易队 即是做alp 你想放进来的时候 你要留意这里 其实就有一个entrance fee 当然就很少了 小的0.1 就是off total capital 就是to pool 另外你还需要留意 withdrawal 这里就没有 没有withdrawal fee 有些平台就有withdrawal fee 这个你也是要留意的 除了这些的费用 你见到autofarm 其实还有一些controller fee platform fee fee to auto staking vote 这些上好的 我觉得 第一autofarm 这个平台就够大 第二其实它也是按你的profit 这些 按你的profit 就是你放100元 你赚了10元 他在你10元 是费的0.4 和0.5 当然这0.1的entrance fee 就是你整个100元 放进去 这100元的0.1% 那个entrance fee 这个算低的 其实有些项目 我看到很高 比如这个 这个应该都是 是run harmony 旗下的一个 defi的项目 叫做multi is wrong 你见到其中 做这些lp 它会有个叫做unstaking fee 其实是类似 即是withdrawal fee unstaking fee 你当是0.1% 0.1%只是说 当你放在这里 超过14天 它才收到0.1% 如果你放在这里很短时间 小过一天 是收5% 如果你用flash loan 做立即走的 同一 block 收你25% OK 其实它不想你做flash loan 好 接着如果你放1-2天 收4% 如此类看 2-3天是3% 1% 0.5 即是说你最少都要付0.1%的withdrawal fee 以及你需要放在这里 34天 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add 以及withdrawal fee withdrawal fee 好了 接着另外一样就是 withdrawal 除了withdrawal 除了你的lp 除了需要付的费用之外 withdrawal fee之外 还要留意一下 就是 有没有个期限 好像osmosis这个平台 够大 当你放了lp 你想withdrawal fee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选定 究竟你想做1天的unbounding 7天的unbounding 还是14天的unbounding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选14天的unbounding 它的apr就会高很多 比起7天和1天 当然很多人都会想 那我做得流动性化抗 我当然希望回报高一点 那我就选这个 选这个就是 当你决定把你的lp withdrawal fee 你是需要等14天后 你才可以withdrawal fee OK 如此类推 这个就是你需要等7天 这个就是需要等1天 所以刚才我们说过 除了你做lp得到的reward reward有时价格有波动 也会有所创的期限 但是除此之外 你的本金 你的capital 就是lp 摆下去的时候 其实当你withdraw的时候 有些平台都会有一些unbounding的period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留意的 这里总括了一些 我们做lp的时候 要注意的位置 和一些风险 其实我也有一条影片讲过 是关于我做lp的时候 一些的重伏位 那条影片有详细讲了 有哪些重伏位 我遇过一些重伏的平台 看看右上角的 可以details reward 这个内容 好了 回到汽浴 回到wires这个平台 under这个x account 其实它是很简单的 你可以开一个x account 全港币进去 它会帮你把港币转成stablecoin 然后有些利息给你 但它给你的时候 就会给你一个 港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最最最最最入门的 DeFi 项目 就是你 全港币 接着你可以收回港币 一开始的时候 我开了一个 Testing account 就是HK Saving Demo 我最初就放了1000元 另外这一个 我两个星期前开的 因为电费加很多 我想做一个demo 给大家做电费 扩通涨 做一个demo 放了8500 上星期自己做个easy tracking 就是放1万元再开一个币 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么简单 全港币收港币 最入门的defi平台 是很懂得有些人 我觉得是 怎么说呢 身边有些朋友 他依然会觉得 买楼 接着在供楼 你知道楼有housing mortgage 其实它有些叫depositlink的 就是一些 存款项目 譬如借了200万 你最多可以放100万 同一个银行户口 那你就可以享受 你供款 按揭利率的利息 变成你付少点利息 有些人很开心的 不断把钱 不断放进去 但最终可能是 在供应一个h加1点多 利率 即是你放进去的钱 是收紧1点多 但是人们很开心 很热切地放进去 觉得比较少点利息 我自己也有试过 以前是不断买股票 买一些很高息的股票 觉得很棒 坐在这里做一个稳定的 固定收益 比如说5-6厘 或者6-7厘有些利息 已经觉得很开心 但是很多时候 中伏就是 赚息 就亏价 放在这里 结果你赚了6-7厘息 但最后可能是亏了 10厘、8厘的 股价 这样 好像很高 6-7厘 但其实 当我认识了 DeFi这些项目 或者Crypto这个世界之后 其实我基本上 就将大部分 所有的股票 都已经买得够了 最简单 例如我全港币 收港币 我都已经可以收到 一年12% 我为什么还没有其他风险 我去做其他事呢 废话说完 我们继续再打算 我们第一个 开的demo account OK 进来 第一个demo account 我们记得 是11月3号 开始来到 买钱进去 有1000元 OK 一个礼拜之后 有1.900元 接着我也是做了那个demo 就是withdraw 和add 的funding show a show 可以同一时间 立即进行 也不需要有手续费 即是你做定期 你可以立即withdraw 也可以立即放进来 是不需要有手续费的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 背景 你可以看回有上个条件 就是第一条件 就是如何开这个 X account 如何开始 放一个funding 了解这个 全港币 收港币 这个最入门的defi平台 的一个background 可以看回有上个条件 好了 去到上个礼拜 收到的息 1.98 今天收到的息 是2.32 这里上面 你就看到 total earn 这个币 earn了的 是多少钱 6.28 OK 我们来到 卡币 我有个table 这个table 就显示了 我在11月3号开始 存款了1000 然后 去到一个礼拜之后 firm了7天 那个礼拜 我收到1.98 OK 然后去到 第2个礼拜 11月17号 我firm了2个礼拜 14天 那个礼拜 都得到1.98 连累积下来的 利息 是3.96 好了 去到今天 11月24号 我firm了21天 是这个本金 firm了21天 我这个礼拜 就得到2.32 那个利息 so far 这里累积下来 就是 6.28 那么多钱 你看到 APR 我之前说过 由于它是每日 计息 每一个礼拜 派息给你 不过每一天 它都会帮你 做个 所以 所以 理论上一开始 就会低 但是慢慢 应该是会贴近 去到它 12%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大概是 11% 左右 这11% 是怎样 county 就是 OK 我将我收到的利息 就是今天 11月24 收到的利息 那就 乘36 再除我firm了的多少日 OK 再除我本金 就得到 这一刻 我放了这么久的 APR OK 之前有些人问我 其实有没有 APR和APY的关系 即是那个calculator的工具 可以用 怎样计算 我觉得简单点 这里有个工具 我会将这条连续放在 Description box 其实它很简单 比如你 放入去 放100元 放一年才算 你一年的APR APR 是11.5 而它每日 帮你 每一日 在这里可以教的 可以教的 每年 半年 每年 每日 帮你做个autocompart 你按一按 Calculate 一年 你就应该拿到 12.19% APR是11.5 APY是12.19 OK 这个放一年 OK 如果你放了 三年 你看看 OK 放了三年 就会变成41 刚才是12 因为autocompart 不是三十多 变成41 好 时间越久 autocompart的 威力就越厉害 放了5年 不过5年 已经变成77% 你每日 每日 每日autocompart 就去了那么多 资金少 你资金比较多 变成 亦比较多 而且如果你这个利率 变成15 多一点 你看到 85年 很夸张 已经是 双倍了 OK 这样 好 再看回我们另外的币 亦想查一查 关于这个 Electric Inflation 即是 电费加幅的币 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 就earn了 19.61 上星期 就earn了 16.78 Total 就是36.39 我亦做了个 Calculation 在这里 上面这里就是 之前加个电费 交幅是7% 如果 我预计自己 每月的电费 是那么多 即是每年 我加幅 就要 700多元 那所以 我想看到通胀 我就加8000多元 进去 那就看到 这个电费的通胀 全年 OK 这里就是 10月10号 我放了本金8000 好了 第1个星期 又禁的利息 第2个星期 19点 第1个星期的 APR 是10.29 第2个星期 回到14天 就变了11.16 预期的时间 一直回到 的时候 有autocompat 结果 我的效应 理论上你应该慢慢贴近到 他所claim的12% OK 好了 我上个星期还开了另一个 币 for easy tracking 如之前一样 其实我放了10000 第一个星期就拿到 19.74 的return 即是10.29 其实跟这个 差不多 第1个星期 10.29 但是随着时间 它在autocompat 慢慢累积 你的APR 就越来越 接近12% 在这里 我有show 上个星期再开了一个 就是100.19 这样 今天 earn了的 19.74 这个是total earn了的 没什么的 我通常做LP 我说的是 20-30%的return 在其他project上 或者甚至有 4-50% 或者5-60%的 LP 的后务 我都有做的 这个纯粹我也是做一个demo account 放在这里 还有 你简单 我有virus 这张卡 简单 将这些 有时拿到的利息 你将它 transfer到 你港币户口 做少少日上的 用来的 绿卡 这样的东西 纯粹做一个demo的效果 好了 到这里 这条片 就差不多了 讲完所有 很多的内容 LP的风险 要注意的位置 我中复的一些平台 和这个week 3的 回报的 tracking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或者这类型的内容 关于利用crypto 做一个passive income 稳定收息的内容 希望你订阅 赞 还有share给你身边 多些的朋友知道 有这些项目 其实可以是 有这样的return 这样 好 好 这集讲的是这么多 thank you 请不吝点赞